叶明居然把二星进化剂给了那个女人 怎么,你吃醋了 才没有 我只是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给一个外人 因为他就像一把冰冷的武器 根本不问为什么 只考虑如何完成叶明的要求 陆珠 珍宁寺那边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山庄了 真是个愚蠢的选择 我们真的不是什么 万一赢了呢 蒋涛,你知道 人要想长久地活下去 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那就是在你面对一件毫无把握的事情时 千万不要相信有运气这回事 这 这是什么意思 你看看外面就知道了 救命啊 下巴已经是二星战士了 走吧 去和我见见云顶的新王 你就是那个掌管梁师库的卢叔 没错 正是在下 不用紧张 既然你能主动来见我 就说明我们有得聊 那是 那是 我这有一样东西 想要赠予叶老大 什么东西 是我亲自绘制的山庄地形图 除了山庄 还有周围山外的详细信息 如果想经营好这里 这张图是必不可少的 那我可要多谢卢叔了 哪里的话 为叶老大办事是应该的 还要麻烦卢叔把山庄的人集合起来 我有点事要安排大家 是 叶鸣 湛宁寺的那伙人 已经全部解决了 竟然被逃灭了 幸好我认怂认得快 夏白 你伤得也太厉害了 还有枪杀 我的治疗术只能治愈伤口 里面的子弹怎么办呢 我来吧 除了子弹外 我还要把你脸上这些 被烧坏死的组织都取下来 你受不了的话 就说话 你动手吧 我受得住 他竟然真的一声不吭 就好像没有痛感一般 难怪他能在极短的时间 获取燕鸣的信任 好了 都取出来了 好 我来给他治疗 温和之恋 嗯 这是你的新技能 嗯 这个技能是甘露术的升级版 可以单独针对局部进行治疗 我平白无故养着你们 要想在这样的世界生存下去 就要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从现在起 大家都要去和山庄外面的怪物作战 作为奖励 我会给予你们充足的食物和资源 我不去 以前躺得好好的 凭什么要我战斗 是啊 战斗是进化者做的事 我们不做 没错 哦 那你们想怎么样 说说看 你们想要什么 合理的话 也许我会采纳 给我们进化药剂 我要强 我要吃肉 该狠狠地摔上几天 这些人真是给点阳光他就灿烂 什么都敢要 好 如果你是建筑工程师 医生等等 对基地建设有用的人 今天可以不用去战斗 到他那里登记 其他单纯不想战斗的 去这里登记 也可以不用战斗 但我要提醒各位一句 付出跟回报必然是相辅相成的 选择要慎重 因为 我只会给你们一次机会